众所周知小人的话一旦出枪械模组就有很多小伙伴说小人你怎么一天天的就知道水是品 不不不并不是所有枪械模组的玩法都是特别简单非常单一的 其实呢在我们的纪念版也有非常多玩法丰富的枪械模组 就比如说小人今天该带来的这款幸存者枪械 依然是先赞后看养成习惯点赞更多更新越快 在生存模式下我们只需要挖在铁定 然后的话在工作台里面制作出这个枪械交易桌 在里面的话就可以获取到枪械了 屏幕放出来的话我们就可以开始交易了 大家看我们的铁呢可以换一些3D近战武器 下面的左轮道具呢其实它是个钻石 包括的话我们这个模式里面把一些原版当中的一些道具全部都给修改了 其中呢就包括了咱们原版当中的一些生物和一些道具防具之类的全部都是被修改了贴图 如果加上金边100天的话效果感觉会更加的好 大家看一下枪械部分吧 大部分的枪械呢都是用钻石来进行兑换的 如果实在获取不到钻石咱们用斧肉也可以兑换到散弹枪的 当然散弹枪的话可能就没有那么好用了 但是的话在前期依然是可以吊打我们的小僵尸的 你看它是主打生存玩法的模组 其实呢枪械的换弹动作也是有做出来的 建模方面呢虽然说不是那么的精致 但是的话也是更加符合咱们MC的一个设定 说实话兄弟们玩起这款模式来 让小人想起了之前的一个形式走肉的一个模组 也是生存玩法的 同样是一个玩法非常丰富的经典模组 之前呢也给他介绍过就不给他多说了 小白呢真的是非常的搞笑啊 他明明是设的是弓箭 但是吧手中拿的是枪械好家伙 击败小白他掉落的弓箭呢 我们也是可以在交易桌里面换取到枪械的 也是简单的带大家来看一下 咱们这个里面的一些枪械吧 这回是m249了吧兄弟们不是m240了吧 之前的国际版枪械盘点 里面啊直接是嘴说瓢了 那个明明是m240小人的话说成了m249 兄弟们我们再来简单的看一下狙击枪部分吧 狙击枪呢不得不说 他这个音效方面是做的真的还原 哎兄弟们这不是rpg吗 旁边刚好就是村庄 你们应该能够猜到小人想干什么了吧 作为村民之友肯定要做一波 村民之友必须要做的事情了呀 巨枪他下蹲依然会有开进效果 并且到还有一个缓慢秒钟的效果 可以说是非常细节了 这就是咱们今天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喜欢这款播出的小伙伴呢 也可以自己下载来玩一玩 确实挺不错的 那喜欢下的视频呢 一定不要忘记关注点赞评论分享 我们就下期见 大家拜拜